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出道至今一直以来资源不断 所以圈内的许多人都在猜测 沈赫也许是放着大笔家产 不继承而来娱乐圈找乐子的少爷 正因为这样的猜测 这些年对着沈赫前扑后继的女人并不在少数 可我没想过江婉依也会成为其中一员 我耐下性子拨通了江婉依的电话 电话接得很快 她大概率也在看微博上的照片 我柔了柔眉心 开口问道 婉婉 微博上的照片是怎么回事 到了此刻 我的心中仍旧残存着一丝期许 期许她告诉我 都是假的 她只是被人算计了而已 但当江婉依漫不经心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所有的一切 不过是我的自欺欺人罢了 就是你看见的那样 我和沈赫在一起了 我握着手机的左手微微用力 只觉得自己的呼吸 陡然之间变得无比的沉重 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沈赫长得帅 地位高 还有钱 和她在一起 不是很正常 那我算什么 姜婉依我才是你的男朋友 我立刻打断了姜婉依的话 到了此刻 我也无暇顾及对面坐着的宋总了 被喜爱之人背叛的痛苦 以及愤怒萦绕在我的胸旁 电话那头的姜婉依 传来了一声吃笑 像是在嘲讽我的不自量力 男朋友 池燕舟 你以为你算是什么东西 要不是当年我的经纪人 抛下我令判高知 我又听说 你对自己手底下的艺人 全部都尽心尽力 我会委身你这么个小人物 沈赫和你可不一样 他有钱有能力 就算是明天的影后 他也能给我搞到手 我何必跟你绑定在一起 你呀 不过是我的一块踏脚石罢了 姜婉依说完最后一句话 毫不留情地挂断了我的电话 下一秒 我的微博就提醒我 特别关心的账号 发了新的动态 是姜婉依 她承认了自己与沈赫的恋情 我低头看着手机上 自动保存的录音 扯了扯嘴角 随后摁捏屏幕 看向了对面眼神复杂的宋总 让您看笑话了 您说的话 什么样的位置就该留着什么样的人 姜婉依 批不上影后的位置 宋总的脸上带着局促的笑容 眼神飘忽 似乎是因为看见了我狼狈的一面 而有些不安 吃走您说的对 我还有事 就不陪宋总一起吃饭了 我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起身便朝着外面走去 顺便拨通了许久没打过的电话 中国与英国的时差 相差了整整五个多小时 可对方接电话的速度仍旧很快 西克呀 池燕舟 怎么想到这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管管你的小白脸 沈鹤都已经拿着你给的钱和资源 在外面养女人了 电话那头的赵金仪 似乎是在床上翻身而起 声音里都带上了些怒意 你说什么 沈鹤敢在外面养女人 我坐在车内 原本因江婉依背叛我的愤怒 在听到赵金仪与我方才如出一辙的语气之后 似乎都消散了许多 有句话说得好 要想自己好受些 就要让别人痛苦 是啊 你再晚点回国 说不定孩子都生好了 幼儿园的学费都是你帮忙给的 他妈的 给我等着 老娘现在就连夜回来 赵金仪立刻挂断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 想着她如今火猫三丈的模样 一时没忍住笑出了声 我和赵金仪也算是青梅竹马的缘分 大学毕业之后没多久 家里就让我俩订了婚 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 追求爱情是不太可能的 我和赵金仪对这件事情接受良好 毕竟与其和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过一辈子 还不如互相祸害 但订婚后没多久 赵金仪就出过深造去了 而我则进入了演艺圈 成为了经纪人 为将来继承我爸的娱乐公司奠定基础 至于知道沈赫与赵金仪之间的关系 实在是一个意外 赵金仪出国之后 每逢节日总要回家团聚 而我也必不可少的 要在我爸妈的催促之下 带上礼物前去拜访 碰巧撞见了赵金仪与沈赫 在小区门口你浓我浓 说生气是不可能的 充其量就是有点八卦因子作祟 赵金仪甚至还让我多照顾照顾她的小白脸 殊不知对方都快成为娱乐圈里人人见了 都褪避三社的小少爷了 一想到赵金仪明天和沈赫见面的场景 我便觉得格外的有趣 池总明天的颁奖典礼给你也发了邀请函 您看助理的话让我回过神来 一年前开始我就已经接手了我爸的公司 这一年的时间内给我发邀请函的人无数 说白了就是想看看如今的池家是谁当家 可我不愿意接触这些人情往来的场面 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向来都是拒绝 但明天的颁奖典礼将晚一一也会在 去呀为什么不去 我接过助理手中的邀请函勾起嘴角笑了 颁奖典礼开始之前 是众多明星争其斗艳的红毯时间 而作为一个平平无奇的资本家 我自然是不需要参与其中 只要从另外一条没有记者的路进入会场便可以了 车内的电视恰好放到江婉一踏上红毯的场景 牵着她手的男人便是沈鹤 二人在闪光灯的镜头底下恩爱一场 俊男谅女的组合引来了不少人的欢呼声 我们晚晚和沈鹤也是热恋期呀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呢 红毯上的主持人照例活跃着气氛 而江婉一悄悄看了沈鹤一眼 脸上满是飞红 是我对沈老师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怕不是全一再三后的下一个踏脚板 我吃笑了一声 不愿意再看他们二人的逢场做戏 直接下车进了会场 会场内的人很多 我的出现并未吸引多少注意 只听见他们互相交流时的窃窃私语 听说今天池总也会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出席这种场合吧 是啊 前些日子 池总刚刚拒绝了和我合作的邀请 我得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 也不知道池总怎么这一次大驾光临了不远处 宋总刚好与我对上视线 他像是想要走来和我打招呼 却被我挥手拒绝了 远远的 我举起酒杯 与他隔空碰了碰 还没喝酒呢 就听见耳边传来了江婉一的声音 池燕舟 你怎么在这里 你都被我开除了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我不仅不慢地喝了一口红酒 扭过头去就看见江婉一搂着她的新男友 正站在我的对面 沈鹤确实生得好看 也不怪赵金怡那个抠嗖女人 在她的身上砸了这么多钱 只是如今看着我的眼神 却实在算不上友好 甚至有些鄙夷和不屑 这就是你那个纠缠着不放手的经纪人 看着年纪也不小了 怎么也没见做出些名堂来 沈鹤微微抬起下巴 用鼻孔对着我 低沉的嗓音 让我的手臂上爬满了鸡皮疙瘩 江婉一连忙靠近了她 丰满的胸脯直接贴在了对方的手臂上 哪里能比得上你啊宝贝 她不过就是没出息的普通男人罢了 沈鹤对这样的奉承听着格外管用 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冷哼 我突然就想起了沈鹤对外的人设 是什么 虚心请假 家里有钱 但从不炫富的接地气小少爷 真应该让她的粉丝看看她如今的这一副嘴脸 我偏过头 不愿意让自己的眼睛再遭受这样的罪过 是啊 没什么名堂 也就是把江婉一送到你床上而已 池燕舟你说什么呢 我能有今天完全凭借的是自己的努力 我的话音刚落 江婉一的脸色就变了 真亏她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 凭借自己的努力 江婉一 你看看电视机里你乱飞的五官 要不是我 你以为会有导演请你演戏 别做梦了 说实在的 江婉一的演技实在是算不上好 她这辈子最精湛的演技 也许都拿来骗我了 但听到我的话 刚刚还满脸怒意的江婉 下子笑出了声 她上下打亮着我 眼神里满是不敢置信 要不是你 池燕舟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经纪人罢了 哪里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看看那些导演认识你吗 真是可笑 她吃笑着 又伸手搂住了沈鹤的腰 将头靠在了她的肩膀上 不过呀 现在可不一样了 我有沈鹤 她答应过我 今晚的影后 非我莫属 江婉一没看见 可我却将沈鹤眼中的不安与心虚 看得一清二楚 说到底 她不过是靠着赵金怡的小白脸罢了 就连去年自己的影帝之位 也是靠着赵金怡拿到手的 从吃暖饭这一点上来说 她与江婉一倒是绝配 我将红酒杯重新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走上前去拍了拍江婉一的肩膀 那我拭目以待 提前恭喜你咯 江婉一听出我的嘲讽 伸手弹了弹自己的肩膀 就好像刚刚被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触碰了 而后立刻提起自己的裙摆 两眼放光地朝着宋总走去了 宋总 好久不见了 你还记得我吗 我站在角落 亲眼看着她如同一只花蝴蝶一般的 在人群之中交际 眸光冰冷 不着急 我有的是时间看着她从美梦之中醒来 大约半个多小时之后 颁奖典礼就要开始了 全场入座 一直到江婉一与沈鹤入座 我才不紧不慢地走向自己的位置 在身边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下 我坐在了标写着池总的位置上 他们的眼神里满是震惊 对上我含笑的目光之后 立刻冷静下来 能做到这个的谁不是人精 只要我不主动开口 没有人会如此好事地 将我的身份告诉江婉一他们 毕竟看八卦 是所有人的兴趣爱好 影后的颁布 在典礼的最后 我兴致缺缺地 听着台上的主持人推动着进程 顺便与刚刚飞机落地的赵金仪调侃击几句 反正摄像机也不会从我们的座位上掠过 没有哪个摄像老师会如此大胆 终于 最后的影后花落谁家 就要揭晓答案 当江婉一的脸 出现在大屏幕上的那一刻 我看见了她眼中的 势在必得与骄傲 但很快 另外一个女演员的名字 从主持人的口中说出 而臀部已经离开椅子的江婉一动作 仿佛被按上了暂停键 连脸上的表情都变得凝固 虽然她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动作 可我想刚才的那一幕 已经足够让她登上微博热搜榜了 而我看见了自己想看的一幕 心情大好 心情一好 就想要找点事情给自己做做 故而当典礼结束之后的聚会时间 宋总来找我聊工作的时候 我也并没有拒绝 只是我没曾想到 江婉一竟然会将自己 没有拿到影后的原因 怪罪在我的头上 她将那红酒泼向我的那一刻 全场所有人的呼吸都仿佛停止了 池燕舟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殷红的红酒从我的高定西装上流淌而下 我垂下眼帘 看着自己胸前的污渍 耳边却不断传来江婉一的谩骂声 我不就和你分手吗 你有必要使这种下作手段 让人抢奏我的奖杯吗 池燕舟 我真看不起你 江婉一说完这句话 直接就扑进了沈鹤的怀中哭了起来 我抬起眼看向她 语气冰冷 我用下作手段 江婉一 自己没本事 怨不得别人 而单手抱着江婉一 不断安抚着她的沈鹤 在此刻也开口了 池燕舟 我早就已经和宋总打过招呼了 如果不是你 这影后的位置本就应该是她的 宋总 我疑惑地看向 在一旁已经呆落目击的宋总 对上我的视线 她立刻朝我挪动了几步 附在我的耳边小声道 沈鹤确实找过我 但我压根没搭理她 所以这是自己没本事 还怪在我的头上了 道士和江婉 各得性 我伸手谈了谈自己胸前的污渍 没有回应他们所说的话 只是淡淡开口 衣服是定制的 回头我秘书会把价格发给你 记得把钱打到我的卡上 刚刚还在沈鹤怀中 小声哭泣的江婉一 立刻抬起了头 那张妆容精致的脸上 哪里有什么泪痕 她恶狠狠地瞪着我 眼神亲密 秘书 你一个小小的经纪人 竟然还会有秘书 这一次站在我身边的 宋总听不下去了 也许是担心江婉一话说得太过分 我当场发怒 殃及迟鱼 她皱着眉 小声提醒着 江小姐 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池总 最大娱乐公司的幕后老板 可谁都没料到 江婉一打亮了我几眼之后 竟然直接笑出了声 宋总 我说你是被她给骗了吧 池燕舟是什么人 我最清楚不过了 她呀 就是一个经纪人而已 什么池总 什么娱乐公司 都是她说出来骗你们的 江婉一的笑声格外的张扬 甚至有些尖锐 确实 与江婉一在一起的日子里 我确实没有动用家中的一份钱 最多也只是以身份之变 给江婉一 要来的些资源罢了 但在她的眼中 我充其量 只能算是一个尽责的经纪人罢了 毕竟 那些资源 在江婉一看来 也只是她能力的证明 宋总还想要继续说什么 却被我用眼神阻止了 我带着笑意 看向江婉一身边的沈鹤 与其调侃 是吗 我只是个经纪人 那你的现任男友呢 她又是什么身份 听我说起沈鹤 江婉一立刻抬起下巴 与其骄傲 沈鹤可不是你这种人能媲美的 她的身份也是你能够知道的 就是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沈鹤懒着江婉一的肩膀开口说着 她那样子 就仿佛她是世界的中心一般 我轻笑了一声 将手中的酒杯 放在了一旁的桌子上 是我不能知道 还是压根连自己都不知道 毕竟有些谎话说得多了 连自己都相信了 沈鹤被我轻飘飘的语气惹怒了 她当即伸手指着我的鼻子 破口大骂 池燕舟你他妈以为我好生好气和你说话 就真当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了是吗 你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 我就能让你在北京混不下去 我看着怒气冲天的沈鹤 仍旧是方才那副懒散的模样 漫不经心地转动着自己大拇指上的扳指 是吗 你大可以试试 来人 给我把她赶出去 这种聚会 现在什么阿猫阿狗的 都能进来了吗 沈鹤环顾四周 大声呵斥着站在一旁的服务员 然而任凭她的声音多么响亮 那些服务员都只是安静地站在原地 根本没有人搭理她 沈鹤被气得脸色涨红 连姜婉衣都站出来说话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竟然敢无视她的话 小心她让你们全部失业 说实在的 姜婉衣现在的样子 真像是一个仗着主人乱叫的疯狗 他们就站在会场的中心 狂吠着 却无人相应一句话 到了最后 沈鹤终于知道丢脸了 只见她神情扭曲地朝着我走来 伸手就要给我一巴掌 只是那手臂刚刚挥到空中 就被我抓住了手腕 松手 池燕舟 我冷眼看着她 然后微微拼过头 看向沈鹤的身后 赵金怡 来都来了 难不成就看着你的狗乱叫 沈鹤的脸在听到赵金怡三个字的时候 立刻惨白了下去 而那深红色的帘子后面 款款走来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的女人 正是刚刚从英国赶回来的赵金怡 我松开了沈鹤的手腕 她亮枪了几步 带着不敢置信与惊恐回过头去 而赵金怡虽然脸上仍旧带着笑意 但眼神却格外的冰冷 哎呀 这都被你发现了 这不是戏太好看 一下子看路迷了吗 我拿起边上的手帕 擦拭着自己的手心 刚刚触碰了沈鹤 让我觉得无比的恶心 管管你家的狗 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也敢在我的面前乱叫 我说着 抬眼看向不断出着虚汗的沈鹤 她身旁的江婉衣 显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挽着沈鹤的手臂轻轻晃动 沈鹤 这人是谁啊 你怎么了 池燕舟你说谁是狗呢 你会不会说话呀 小心沈鹤封杀你 江婉衣的话一说出口 沈鹤的脸色就更差了 她立刻甩开了江婉衣 小心走到赵金怡的面前 就要牵起她的手 表示自己的忠心 金怡 你听我说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和江婉衣 只是 只是朋友而已 只是她被人耍了 所以我才来替她找回面子的 就是这个池燕舟 是她搅黄了江婉衣的 引后位置 刚刚还说我是狗 金怡 都是她的错 我甚至要觉得 沈鹤与江婉衣是真爱了 到了如今这样的时候 竟然还记得江婉衣 引后一事 但赵金怡 显然不是个脑残 她冷笑了一声 当即抽出了自己的手 冷声道 沈鹤 你他妈以为我是个傻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江婉衣之间的那些事情 拿着我给你的钱 在外面包养女人 你他妈可真够能耐的 江婉衣站在一边 茫然地问道 什么叫 你给的钱 我乐得在一旁看戏 自然也没忘记 给江婉衣解释一下 就是说你榜上的大款 其实是一个 被人包养的小白脸 你以为沈鹤以前 出国去深造 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 和赵金怡偷情呀 赵金线瞪我 什么叫偷情 老娘光明正大买的 我耸了耸肩 没有说话 要说惨 还是我良惨 花了钱动了资源 还被戴了绿帽子 娘的 赵金怡重新看向沈鹤 眼神里满是厌恶 她素来是娇生惯养的性子 从小到大 连我都只有被她欺负的份 而经受了这样大的委屈 还不知道该如何发泄呢 沈鹤 我能给你 也能收回来 从今天开始 你和我再也没有一点关系 你住的房子开的车 还有你身上全部的资源 我都会一个一个的拿回来 这对着沈鹤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赵金怡说完就要走 沈鹤竟然直接跪在了地上 双臂直接抱住了赵金怡的小腿 金怡 金怡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一定会改的 都要怪池燕州 是她在你面前胡言乱语的是吗 她是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呀 金怡 你不要相信她 池燕州只是为了顶替我的位置而已 娘的 我这个未婚夫 怎么一招变成小白脸了 我在赵金怡复杂的神情之中 蹲下身去 伸手戳了戳沈鹤的肩膀 不是哥们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压根不用赵金怡包养我 跪在地上的沈鹤一愣 随即更像是不愿意承认 自己心中所想的那般 竟然摇着头 否定了我的话 你以为你 比起我好到哪里去吗 池燕州 我太清楚你的想法了 你沈鹤 你有病吧 池燕州是池家唯一的儿子 池家所有的家产都是她的 还要给人做小白脸 赵金怡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口 她的话音刚落 沈鹤与姜婉一的脸色都是一变 可相同的是 她们的脸色变得越发的惨白 池家是那个 掌握着大部分娱乐公司命脉的池家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宋总摸了摸自己的鼻尖 小声吐槽着 而沈鹤的身体颤抖 似乎也想起来 自己刚才对我所做的一切 她猛地扭头看向我 伸手就要来拉着我的裤子 对我灵敏地躲了过去 毕竟沈鹤虽然愚蠢 但到底不是个脑残 被赵金怡放弃 她最多从头再来 但要是得罪了我 她连从头再来的机会都没有 池总 池总 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是我错了 您大人有大量 别和我计较行吗 池总 您让我一次 就一次就行 沈鹤的脸上满是汗水 她刚刚鼻挺的西装此刻 已经凌乱不堪 可哪怕如此 沈鹤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她不断地跪在地上向我求饶 方才所有的高傲与骨气 在此刻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而姜婉姨站在一旁 扶着桌子 像是已经腿软 偏偏在此刻 我的秘书拿着电话走了过来 面对这样的场景 她没有丝毫的惊讶 只是垂着眼帘 一板一眼地对着我汇报 池总 刚刚沈鹤的经纪人来电 问我们对之前谈好的代言人一事 什么时候签合同 我这才想起来 当初赵静怡给我打电话 让我提拔沈鹤时 狮子大开口地 和我要了新品代言的位置 跪在地上的沈鹤 两眼放光地看着我 我朝着她笑了笑 而后一字一句道 换人 从今天开始 持家名下所有公司 所有产品 都不许用沈鹤这号人物 了解 秘书点了点头便离开了 但沈鹤却像是发了疯一般 持总 持总我真的知道错了 您这样和逼我去死 有什么区别 持总您放过我吧 求求您 都是她 是姜婉依找上我的 是她说过厌了现在的生活 对我一见钟情 要和我在一起的 都是这个女人的错 沈鹤道歉道着 突然伸手指向姜婉依 眼神之中的恨意 如同化为了实质 她喊叫着 竟然想要扑到姜婉依的面前 姜婉依惊呼了一声 倒退了几步 但沈鹤的身体 在半空中 就被保安架住了 丢出去 赵金仪低头 看着自己新作的美甲 语气冰冷 沈鹤的求饶声 仍旧在会场内环绕 但身体 却已经被保安拖走 我刚想转身离开 却感觉 有人拽住了我的衣角 回过头去 就对上了姜婉依那双 楚楚可怜的眼睛 燕舟 你可以原谅我吗 刚刚被沈鹤 我心到了 差点把这个女的给忘了 姜婉依有一双 很好看的眼睛 凭借着这一双眼睛 她才得以在 美女如云的娱乐圈里 杀出一条虫尾 只可惜 后来那双眼睛里 掺杂了太多的欲望和野心 再也没有初次见面时的 让我一见清新的魅力 我冷眼看着姜婉依 一点一点地将自己的衣角抽了出来 原谅 姜小姐合出此言 我不过只是你从前的经纪人罢了 姜婉依的泪水 从眼眶中滚滚落下 燕舟 你还在生我的气 可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 我我不想这样的 我只是希望 让我们能过上更好的人生而已 我只是 只是想要往上爬罢了 燕舟 如果你是持家的少爷 为什么从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竭尽所有的帮助我呢 我被姜婉依这一副理所应当的画雷的外焦里嫩 难不成我看上去就真的这么像个冤大头吗 在姜婉依的注视之下 我拿出手机 播放了昨日她给我打电话时候的录音 录音里 她语气之中的尖酸刻薄 以及高高在上是如此的清晰 姜婉依的脸色 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差 你燕舟 你竟然用录音来对付我 我摇了摇头 关闭了那段录音 看着姜婉依的眼神怜悯 我一直有这个习惯 这是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罢了 姜婉依 也有今天 不过是就由自取 我当着姜婉依的面 将那段录音直接放在了微博上 我相信 网友会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 毕竟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和善的人 而姜婉依 在我发布微博的时候 就已经尖叫着 朝着我扑来 却被一旁等候着的保镖阻止了 到了最后 她也不过是得到了与审贺如出一辙的结局 被人直接扔出了会场 姜婉依的声音完全消失之后 我环顾四周 看着那些或隐蔽或直接的目光 拍了两下手 今天让大家看笑话了 聚会继续 随着我的声音落下 宋总第一次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有钱人最擅长做表面文章 不管今夜过后 与我和赵金仪的八卦传成什么样子 至少如今 她们能够做到粉饰太平 我牵着赵金仪的手进入了舞池 给那小白脸花了多少钱 你爸妈会不会杀了你 赵金仪脸上带着笑 我却听到了她咬牙切齿的声音 一般一般 你和我半斤八两罢了 给那个小明星投下去了这么多资源 不还是被绿了 音乐的跌宕起伏之中 我掐着赵金仪的腰 只恨不得手心里的是她的脖子 这样看来我和你的眼光 确实都不太行 这次回国还走吗 赵金仪将下巴搁置在了我的肩膀上 不走了 英国的学业都完成得差不多了 我爸妈哭着喊着叫退位 也就是说 我们的婚期要提上日程了 谁说不是呢 赵金仪笑着 一如二十几年前我俩的第一次见面 多多指教啊 为婚期颁奖典礼当晚 微博上的热搜 几乎完全被江婉一与沈赫罢评了 根本没人在乎 那晚获奖的人究竟是谁 首先是他们二人一起 出现在红毯上的一幕 多少CP粉磕生磕死 然后是江婉一在影后颁奖时的 刚大动作与表情 被网友一顿嘲讽 甚至还有人做出了表情包 紧接着 就是有狗仔在会场门口 派到了被扔出来的沈赫 一大堆人都在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沈赫是不是得罪了资本 但到了这会儿还是有不愿意面对现实的粉丝 非说沈赫自己就是资本 再然后 便是我发布的录音了 江婉一劈腿沈赫一事 直接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他们原本俊男靓女的神仙爱情 也立刻成为了扎你见男的故事 而一起被丢出会场的江婉一 也被套上了夫唱夫随的外壳 我正式离开了娱乐圈 辞退了自己经纪人的身份 开始一心一意地管理起了家里的公司 我本以为经过昨晚的事情 江婉一与沈赫应当都学乖了才对 却没想到 江婉一竟然是真的如此的不要脸 竟然开始直播 讲述自己与我的恋爱经历 当红小花与从未露面的持家少爷这个噱头 引来了不少观众 江婉一甚至将自己劈腿一事都美化成为了 在得知我的真实身份后的遗憾退场 而那录音被她洗成了剪辑之后的陷害 我坐在办公室内 看着直播里双眼通红的江婉一 字字气血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对我有多么的情根深重 才看了一半 父亲就打来了电话 对话内容很简单 就是让我处理好这种烟渣事情 与赵金怡的婚期在前 持家不能出现任何的负面新闻 我立刻答应了下来 并且保证最晚明天 一定让江婉一从网络上永远消失 承认恋情 拿出江婉一的劈腿证据 晒出自己的舔狗记录 虽然这件事情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多少是有些损耗面子 但能够让江婉一吃别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九宫图发出之后 我立刻让公司发布了声明 表明如果江婉一继续歪曲事实 就将用法律的手段解决 不得不说 如今的网友速度真的很快 我的九宫图 发布不过短短的十几分钟 江婉一的直播间就沦陷了 妈的 没见过这种人 就是啊 我靠抱金币的男人 你不要我要 受不了了 真以为我们是傻子吗 和沈赫一起 把我们骗得团团转 到了现在还在圈前 大警你上辈子是使个浪把 江婉一的评论区和弹幕里 都是清一色的谩骂声 她的脸色越来越差 最终因为顶不住压力而下播了 虽然微博上仍旧嘴硬说 自己没有劈腿 但是到如今 已经没有人会相信江婉一所说的话了 之前谈好的代言与合作 也全部宣布了解约 到手的女主角机会 变成了别人的 江婉一成为了娱乐圈内的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她倒是给我打过几个电话 只是都被我拒绝了 我没有拉黑她的号码 或许是因为这样 看着她垂死挣扎 格外有趣 下班了陪我去试婚纱 别忘了 收 我最后一次听到 与江婉一和沈赫有关的消息 是在与赵金一结婚之后了 婚后 我和赵金一的生活 也算是平平稳稳 白天各自在公司上班 晚上下班回家骂人 而江婉一彻底消失在了娱乐圈内 我听业内的朋友说 似乎是和沈赫结婚了 至于原因 很简单 因为江婉一怀孕了 她向来会为自己筹谋 知道自己在娱乐圈 已经彻底失去了位置 而如今铃声已经臭了 会要她的男人少之又少 还不如用这个孩子将沈赫牢牢捆住 北京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 我接上赵金一准备回家吃饭 却在路边看见了疑似江婉一的身影 我本想直接离开 可偏偏赵金一说要看一看好戏 大雪纷飞之中 路人的脚步都格外匆忙 唯独江婉一神情呆滞地站在一栋大厦门口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许久 沈赫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 身旁还跟着一个看上去已经四十几岁的女人 江婉一立刻冲了上去 抡起手臂就给了沈赫一个巴掌 那女人皱起眉头 骂了几句就转身上了车扬长而去 但沈赫与江婉一的拉扯还在继续 二人推推嗓嗓 隔着窗户听不清楚他们在骂些什么 只是拉扯之间 江婉一摔倒在了地上 身下流淌出了烟红的血液 而沈赫神情慌张 竟然直接转身离开了 坐在我身边的赵金仪打了个冷战 大冬天的 太冷了 走吧回家吃火锅 行 我最后看了眼江婉一 只是如今没有人在寒夜里给她披上一件外套了 好在 如今我身边之人 自个儿就戴着外套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